好 今天中廣跟民意協會的一個民調 談新北的市長的人選 三黨都有擺出來比 本來這是一個內裁民調 並沒有公布的 但是不知道怎麼有人 反正中也沒什麼避免 就有人拿到了 然後就在有些媒體就報了 很多記者就在問 既然有人來問就都給了 但是他基本上並不是 打場起鼓開個記者會去講 不是 他就是內部參考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好 那麼大概情況是這樣 如果是三個黨在一起的話 民眾的黃國昌可能會被夾殺 這點大家有意外 因為做民調那個時候 黃國昌聲勢非常高 每天都他的新聞 覺得一定是他很強 就做出來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李自川還是一支獨秀 在藍軍裡面 李自川一支獨秀 相對來講他有37.26 胡鴻凱不錯 在後面14% 現在新北市長副市長劉慧然5.14 這點我也不急 胡鴻凱其實一心想要拉抬劉慧然的 各種給他機會 你胡鴻凱選市長那麼久的時間 都是劉慧然在代理市長 這點應該有 你給我三個月時間代理市長 我跟你幹得嚇嚇叫 但是幹了那麼久 好像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個性也許各方因素了 民調就起不來 好 那麼民進黨裡面 蘇巧惠26.35 鄭文參2.48 林偶昌就比較低10.13 所以看起來這兩個還是比較強的 好 那麼如果帶來一起比 黃國昌大概都拿個13%左右 李四川大概3到35 比蘇巧惠大概贏個2% 跟鄭文看差不多 那贏林偶昌10% 大概這樣比起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藍軍 目前看起來 當然還有兩年 李四川似乎是目前聲勢最強 他也合理 他做過新北市的副市長 做台北市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 賢州院秘書長 國民黨秘書長 所以他的黨政資歷其實很完備的 而且對新北市來講 公務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他一路搞公務起來的 所以他是公務專家 所以目前看起來 李四川藍綠 白 還是相對來講是最強的一個人 好倫民是說何惠儀曾經 他們討論過了 何惠儀的態度是說 國民黨誰能夠贏就支持誰 今天這個民調 何惠儀記者就問何惠儀 何惠儀說他看過 他說反正民調就參考 本來也是這樣 民調只是做個參考而已 我們看一下 市長會督導下面的局處首長嗎 我說你讓劉和人來督導這件事情 讓他跟李四川PK好不好 那你歡迎黃國昌入黨嗎 我歡迎每一個人 未來新北市獨立做事 這個入黨有入黨的一個程序 這個我只是一個黨員而已 日黨有日黨的程序 作為要畢業的市長 碰上有可能參選新北的民眾黨列委 黃國昌、林議員自然緊咬追問 你現在一屆黨員 黨要怎麼決定 他萬一讓黃國昌入黨 那不是二次傷害嗎 上次你們在選總統的時候 跟柯文哲都簽了六點協議 他還可以反悔耶 那你們國民黨還要繼續相信這個人耶 我覺得也很不簡單耶 市長你怎麼看 我的選舉那一段已經翻了 翻業了 已經翻業了 我那個已經都過去了 真的喔 我們現在就是努力的 努力的每個人把假設做好 韋翰 是這樣了 因為這份民調做出來了 並沒有出外界的預期 就李四川是最強的 那洪孟凱還比副市長劉荷然高 那我們就是論事了 劉荷然副市長 他對市人絕對是熟的 可是他現在的狀態 就像是2018年之前的侯友宜 對不起 2018年之前李四川 李四川是他跑去了高雄 當了韓國瑜的副市長之後 他的全國知名度財政往上飆 然後再回來台北市當副市長 所以川北還是 這幾年變成紅 當年在朱立倫當新北市市長 兩個副市長想要選市長的時候 他跟侯友宜的民調 侯友宜是已經李四川的 所以現在劉荷然的狀態 就是當年的李四川 我這樣講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所以他面對一個 已經是全國知名人物的李四川 然後再加上這個 全國第一高配的侯孟凱 他的支持度確實比較低 因為知名度不夠 那當然你說侯友宜 他比較支持這個劉荷然 那當然他副市長 他會說一定有他決定嗎 現在黨中有黨中的機制 所以看起來 這個不出大家的意料之外 李四川最強 但是黃國昌 在李四川要參選的狀況之下 如果李四川放進來的狀況之下 他只有13% 這個讓很多的黃國昌的支持很驚訝 就是說你們有個20到25嗎 就算是李四川 黃山跟蔣萬安也有25對不對 他就說黃國昌怎麼會這麼低 所以就會變成 如果這樣狀況之下的時候 那他還怎麼辦 對戰的組合當中 鄭文燦跟蘇巧惠都不弱 只要加進黃國昌 跟李四川兩個合流都能贏 但如果不合流 蘇巧惠跟李四川只差不到3% 所以非常接近 這種狀況之下 蘇巧惠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郭榮 我是覺得這樣 當然因為看起來似乎川普 川普 我們說實在 他做人處事各方面所有的資歷 當然我贊同偉翰剛才所講的 他真正的知名度是在高雄 沒有做建設 然後他去把陸品做得很好 那個知名度是往上的 這個也不難解 但是我說實在話 現在還有兩年多 真正決勝敗還是最後半年 但是現在當然黃國昌 他有13% 就代表說他還是有一定的 支持者跟知名度 也就是跟我們洪孟凱 差不多伯仲之間 這個我在想 真的要選的人還是繼續加油 我們也滿希望看這種局面 六成是藍軍 四成是立軍 所以任何一個選舉 單一選舉 如果沒有合作 機會是不會很大的 知覺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郭成雄提到的 川北在高雄做得不錯 川北所有的建設在前上邊 陳菊市長邊 所以不要說高雄不做建設 他那些錢一開始 所有的韓國瑜 第一年的所有的建設 陸平升量水溝通的所有的建設 都是陳菊市長時代變的 那是因為韓國瑜 那時候韓國瑜算天才 撲擊撲擊 所以韓國瑜就這樣 政治的小頑童 然後他當市長的四個行 尤其高雄市政當時坦白講 川北有那麼算琢磨最深 真的 所以其實我就說川北 韓國瑜其實副市長要當選的 機會都很小 除非你有高知名度 韓國瑜當時也是因為 他也要感謝兵 給他做警政署長 感謝主任 給他做好知名 他有那個高 我告訴你 他只做副市長知名度沒那麼高 市長就怪市長 對 新北市市長 對 我說歷任的 所有的管制的副市長 基本上知名度都沒有那麼高 要直接選市長的機會都很小 何有瑜是因為他有高知名度 所以他當選 川北是因為韓國瑜跟帝影 韓國瑜那時候的政治小頑童 老頑童 讓川北發揮的機會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劉荷蘭跟川北比東南西 知名度差太多了 所以我認為李四川還是比他 比他會贏很多 不過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韓國瑜時代的建設的錢 都是陳菊市長時代編的 你講了三次 好啦 專業 講了三次 所以我都沒有這個事情 國民黨在新北市一定是會很負責任 提出一個可以贏的人選 但真的現在談都還太早 但當然川博大家會認為他現在 是檯面上最好的一個人選嗎 他有精力 而且他的人氣也很高 他的整個政治精力其實都很完整 所以其實這個媒體 這個民調跟我在基層所接觸到的 其實他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對於李四川的川博 是有期待 而且期待是滿高的 但其實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其實最後最後 當然都還是要包含說 政黨合作等等的 都還要後續討論 大家會比較討論黃國昌委員 他現在是民眾黨的立委 所以未來除非就是拉高到 政黨合作的一個模式 那才有可能去做所謂的整合等等的 我想其實現在這個民調 也很直接的顯示出來 有李四川這樣的一個人選 何必就說要去禮讓等等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不太可能的 李四川他就是一個最好的人選 我覺得不太有可能禮讓這件事 因為是400萬人口 這麼大的一個城市 國民黨不可能去禮讓 我反而覺得說國昌他目前為止 他的定位是比較是模糊的 我也沒有辦法想像黃國昌 後來是代表國民黨來出來 我覺得這是很難以去想像 而且對他過去以來 一路走來 這對黃國昌也不合適 那到底他在新北市 這個撒卡都的階段裡面 他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也在觀察 總而言之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其實沒有出乎 我們太多的一個意外 那黃國昌你說 是不是你要20跟20幾 其實在新北來說的話 他的對他的一個認知 對他政黨傾向的認知 其實大家都還在搖擺當中 所以13或是15 這個東西是顯示目前的狀況 我也同意就是說 未來還有兩年時間要做 整個情勢該怎麼演變 但是我整個說 國民黨一定會推出 屬於國民黨黨籍的候選人 這是無庸置疑的 這看起來李四川勝身是最大了 那是不是提名他 當然還不知道 但是剛才智傑一直強調說 李四川當時高雄做得不錯 說我們賠的錢 不要忘記 錢大家都會賠的 做下來不一樣 你今天不是李四川 白四川來做就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高雄市其實也做得不錯 那個其實後面都是 我說剩下我也很熟 剩下怎麼做事情我也很清楚 我的時間你不要插話 不是 因為你講到 有啦有啦 以前你們變的 但是因為一樣不一樣 做的事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 李四川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也做得很好 大家也都支持他 但是現在看起來 侯宇當然怎麼看 我的感覺就是他第一段 愛叫做劉鵝 劉鵝名叫這麼低